近日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漫漫黄沙中 延绵276公里的新疆第四条沙漠公路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土木书克市 至第十四师昆域市公路全线正式通车 土坑公路2022年初开工建设 其中植被区约27公里 途经土木书克市夏可河 叶尔羌河 巴楚县胡杨林国家级森林公园 其中最难的部分就是在保护当地自然环境的同时 公路怎样横跨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 项目最终决定采用高架桥的方式横跨胡杨林 这个桥的平均高度17米 最高的净空19米 这是一方面就是把胡杨林 满足它的生长空间 还有底下的一些隔离动物的出行 土坑公路跨越叶尔羌河 施工方选择减少路基修筑 修建横跨胡杨林2.88公里的叶尔羌河特大桥 虽然造价增加了 却降低了对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 同时在施工过程中 施工方划出最小的施工区域 对大桥附近每一棵胡杨树进行最大程度保护 并积极进行补植 使胡杨林焕发生机 从书克到坤业 我们当时都是要绕到由八楚亚三三公路 绕过来 当时行程公里差不多都在600多公里左右 然后这条路修出来 我们节省了将近300公里左右的路 公路通车后 土木书克市及昆域市行车时间由六小时缩短至近三小时 可有效改善当地群众出行距离长农产品销售难的状况 这条路的通车呢 不仅可以促进两地之间的经济交流 为沿线各族人民群众的出行 提供了更加便捷安全舒适的交通环境 也可以推动沿线旅游业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据悉 土坤公路是继轮台至民风 阿赫苏至阿拉尔至河田 玉林至且末三条公路之后 先将第四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公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